太可怕了,一司机错把油门当刹车,由于车速过快结果,在空中翻跟头。 6月16日下午1点40分,越林高速欧阳海服务区,一位女司机因为车速过快,在进入越林高速欧阳海服务区时,车辆撞上了绿化带后翻滚落地,结果导致旁边的一辆车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。 车上4名私承人员受伤,棕色小车的速度非常快,翻滚了360度才落地,驾驶员蒋女士认为自己踩了刹车,但速度降不下来,旁边这辆白色小车被蒋女士发生事故时,撞出来的石头砸中。 随后,120的医护人员赶到现场,将受伤人员接往医院治疗,由于棕色小车里的私承人员都系了安全带,经过一周的治疗,都无大碍。 6月26日,在蒋女士上好出院后,民警通过再次调查,发现蒋女士驾驶的车辆刹车并没有问题,而造成事故的罪魁祸首就是车速太快,蒋女士在进入服务区前,并没有按限速要求采取制动措施。 6月27日,省高警局称州支队加和大队,作出事故认定,蒋女士赴此次事故的全部。